以30岁苏信主席为首的诈骗赌博集团 选在疫情严峻的时候 民众大部分宅在家里 就在各大的社交平台上 刊登了投资博弈广告 吸引赌客加入 再透过话术扬称 黑带为投注 而且保证获利 借此诱骗被害人汇款 除值点数 警方获报等待时机成熟 大动作攻坚赌博机房 还发现诈骗集团正在败北吉祖 祈求业绩长红 当场被带 霹地手组全副武装攻坚诈骗集团 藏身在公寓的赌博机房 大批警力余冠而入嫌犯 根本还来不及逃 马上就被警方当场压制 警方大动作歼灭诈骗机房 歹徒涉嫌在各大社交平台 洋装美女刊登投资博弈广告 吸引男赌客加入会员 之后再利用话术诱骗 被害人汇款除值点数 以大量赚取不法暴力 开发网络赌博平台 刺激扬称可带操作 文算不别的方式 又骗会员 费款处值点数 警方跟监期间 全部成员一度染疫确诊 而暂停营业 直到今年六月 按捺不住复工 为求业绩长红海白的鸡腿犯 敬查金志和信箱 击败地基组 结果还没得到保佑 直接落网被呆 在新北市永和地区 逮捕书信犯险 其旗下现现成员共其人 闪口诈骗赚取不法制裁 即便在前程 神明也不保佑 接着杨世纪台中 差不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